好 再来看到国际间的讯息了 这是美国枪击案频传 在威斯康庆州昨天发生了一起的 枪手攻击桑里的事件 结果造成了至少有五个人受伤 当地的警方在推特证实 说当地时间2号下午2点多 有一名枪手在亚园公墓开了很多枪 而警方是已经封锁了当地更进一步调查 至于奥克拉荷马州的杜尔沙 当地有一个医院 则是在1号的时候发生了枪案 枪手是杀害了四个人 同时当局也表示 凶贤是因为手术之后背部疼痛 作案当天他就买了突击式的步枪 去杀害治疗他的医师 美国枪支暴力的问题非常严重 上个月才发生了两起大型的枪击案 包括了21死的德州小学枪击案 以及酿成10人死亡的纽约州超市抢案 至于在俄乌战争的部分 俄罗斯2月底入侵乌克兰 让德国意识到自身军力不足 所以德国总理肖茨随即宣布 编列了大概是1000亿欧元 折合台币33兆1300亿的特别预算 要打造一支先进强大军队 为他们的陆海空三军增添最新设备 打造欧洲最大的传统武力 好 这一件德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军购案 历经了数个星期困难的协商 终于获得了执政三党 以及最大反对党的支持 国会渴望在德国时间3号表决通过 而德国的国防部长蓝布雷特表示 俄罗斯写新的侵略战争 迫使大家面对长久以来不愿意面对的事实 也就是德国也需要一支强大的军力 才有办法捍卫自己自由的生活 而乌战争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00天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军是已经拿下了乌克兰两成的领土 面积超过了比利时 荷兰 以及卢森堡三国总和 不过美英专家分析 虽然俄军在乌东大有斩获 但是进展的速度是缓慢的 也导致他们的军队疲惫不堪 所以他们认为乌克兰仍旧有反攻机会 日战已经进入第100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全国领土已经有五分之一 落入而放的掌控 面积超过比利时 荷兰卢森堡三国的总和 泽伦斯基还表示 卢干斯克州目前只剩下 北顿内刺客 利西昌刺客两座城市苦手 而顿巴斯地区几乎彻底被摧毁 截至目前为止俄军阵亡超过三万人 这比前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十年 以及两次车程战争中的死亡人数 都多了很多 不过这个数字无法得到证实 而根据英美专家的分析 尽管俄罗斯在夺取顿巴斯地区的目标 有所斩获 也造成乌军每天上百人的伤亡 但是俄军缓慢而渐进的步伐 使军队是疲惫不堪 整体战斗力已经减少约百分之二十 而乌军正在其他战线上持续回击 尤其是在南部战线 已经突破一条俄军的防线 因此专家认为乌军仍有机会 重整部队进行反攻 记者综合报道 目前子平三千七百三十八月朋友 我们要先谢谢林玉慧 感谢你跟我们董内实际的支持 另外国际间一个最新消息 是南韩总理韩德珠在今天宣布 6月8号开始放宽入境隔离规定 取消没有接种疫苗的外国人士7天隔离规定 尽管不用再隔离 但仍旧需要做PCR 中天观众有好康 就是请你上快点购 买这个乌化器送水神是一举两得 当然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 有效帮你保护起来保护家人 那么防疫不能等 赶快上快点购来买 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CTI108就有折扣了